总统马英九再度公布了黄金十年的愿景 强调要打造台湾成为中华文化的领航者 除了故宫南院将在104年开始营运之外 也将扩大台北的本院展出 要推出大故宫的计划 跟世界的知名博物馆并驾齐驱 总统马英九召开黄金十年第三场说明会 主打优质文教以及永续环境两大愿景 文教方面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领航者 为首要目标 在硬体方面呢 我们准备在民国104年开始营运故宫的南院 克服了工程违约诉讼等问题 民众期盼多年的故宫南院终于有了好消息 主建筑是用龙像马的图像交折成 呈现亚洲文化的特色 再加上水墨化的渲染方式 透过浮水驱使交印 而这项工程将在10月18号正式动工 预计104年完工 主要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中华民国 变成全球中华文化的领航者 南院将打造成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 另外台北故宫本院也将推出大故宫计划 南北齐头并进 北齐头并进入3月中华文化博物馆 并进入3月中华文化博物馆